在西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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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国产的时候 记得念说我们 南无大碑观世一菩萨 最高心安定下来了 法谷山世界青年会 于7月11号下午2点 在法谷德贵学院 举办第一期 暑期线上物保亲子课程 现场超过50位工作人员 进行连线播放 萤幕里青年义工 运用戏剧、游戏、佛曲 与DIY教学 教导建立卫生习惯 与学习观音菩萨修行法门 萤幕前则是老中幼 三倍共学 获得三倍欢乐 主持人现场陆续出题 学员必须立即用社群软体 连线答题 当然还有网路小编当小帮手 让课程欢乐领距离 可是当他真的很害怕的时候 他为了要克服他的恐惧 然后克服他的困难 然后才能代表会成功到 尤家的时候 这时候他祈求万希菩萨 然后发现说 在这个时候 念诵万希菩萨 可以让他心安 对 然后 后来就是 这是第一个 他在学习的部分 透过看戏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投射 就是你会把你自己 投射成那故事的主角 你会跟着他一起经历这些故事 那经历了一次之后 你好像反而不是学习了一次 那你跟远华的关系 会透过这样的故事去 我就进一步的看见一些 比如说宝马克 常说一些让你觉得 不是那么喜欢的话 但他背后可能不一样的原因 然后就学到了 然后吃饭前要洗手 不然避免细卷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会跑进胃里面 然后生病 那就是 我们就会共同回忆说 我们在参加 帮我像的活动 然后交了这个 然后之后在生活上 就可以一直远远不绝地 在用这个东西 然后每次用到这个东西 我们就再回头去想到 我们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 这样感觉很好 那有趣喔 因为过程当中 我们 其实这些活动 可以互相帮忙 帮忙当中 可以增加一些乐趣 尤其刚刚在做 所谓的电梯的方式 我们的电梯 不小心失手了 都按了几下 那小朋友都按了 等等喔 那小朋友 真正感受到 这种 一个教学的顺序 也希望爸爸妈妈 在课程当中 随着主持人的一个引导 彼此的激荡 谈话 然后让爸爸妈妈了解 孩子们在想什么 那孩子们也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课程 跟父母做一个互动 然后可以更加的连结 然后心更加的靠近 物把亲子课程 暑期还有四个周末提示 欢迎亲子把握机会报名